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里旺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给孩子正确的传递成长信息 刚刚呢吃了我今天的第一餐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一点半了 我这两天一直很忙 昨天晚上呢然后去见会计师 因为我去见会计师之前呢 我准备了一大长串的问题要去问他 所以呢昨天和他在一起竟然聊了四个多小时 聊到晚上八点才回家 但是就是这种感觉超棒的 就是以前呢去见他呢 会没有准备的 但这次去呢真的是充分的准备了 然后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问什么 然后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凑巧的是什么呢 我的这个会计师呢 他竟然在北美洲最大的华人网站叫文学城 文学城看到了我的视频 他说呀I'm so proud of you 他说我很为你骄傲 我说天哪被自己熟人看到有点尴尬 但是他说他那个那个就是那个网站呢 就是文学城呢在北美算是最大的华人 那个在美国算是最大的华人这个网站 他说他看到了我的视频他感到非常骄傲 我说我说怪不得 我说怪不得有一个视频就是出的很快 然后很多观众涌进来 原来在那边有放 而且他还教我如何该在那边就是开新的微博 不blog开新的就是怎么样开blog了 怎么样在那边上载视频呢 也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真的是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都是可以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真诚的举别人交往的话 别人真的是会真诚的教会你很多很多东西啊 好现在转入正题 讲一下如何给孩子传递正确的成长信念啊 我最近就是这个想法让我更强烈的 更强烈的是因为前段时间给大家说过 我一个朋友是心理治疗师 然后呢他呢就跟我说 我们人生上很多很多大部分 但是不是全部啊 很多的问题呢都是由于我们的原生家庭 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经历 给我们的人生种下的这些暗示 或者是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里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脾气 影响我们的性格 影响我们的三观 所以父母呢 就是说你小时候嘛 接触最多就是父母 父母呢就将会是 可以说是缔造我们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就特别想强调一下 我们到底做父母 到底应该给孩子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才是正确的呢 现在很多父母就是管着孩子读书读书 拼命读书 然后也有的管得很严 也有的很骄纵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什么方法 每个人 我们每个做家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关键的要观察 我们的这个方法 给孩子将来带来的是好处还是坏处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呢将会讲几个例子 就是我发现身边的几个人 由于小时候的经历 然后给他们现在社会 现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一些影响 我之前说过一个朋友 大孩子 他不是最后就是忧郁症 然后有点点疯掉了 后来但是不错 他又恢复过来了 他呢就是说 他妈妈不承认 他是天生就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说是后天的 我说是确实是后天的 因为父母的就是 这个女孩子本身呢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经常会 不能容忍别人的 就是不能 别人做错一样事情 他就会很容易发脾气呀 很容易就是不能去容忍呢 然后我们就观察他父母 他父母本身呢 就是一个比较小家庭出来的 然后呢就比较自卑 然后呢什么事情都说 哎呀不公平 不公平 那个不公平 而且呢要求很多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然后呢 就是不能去 就是不能容忍 而且不能去体谅他人 也不能去 总是总是很斤斤计较 所以孩子在他的这种 教育成长下呢 他自己本身 也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妈妈就说说 哎我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 他比较敏感 他对各个方面 或别人的什么事情 都比较敏感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敏感吗 因为这个人我认识 就是我们一直都认识 认识很久了 我问他 我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敏感吗 是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 他妈妈就是 因为他妈妈的人是比较紧张 什么都要求很严格的 不是严格 就是很斤斤计较那种的 或者是说很夸张 然后呢 他为了 就是不让海边 比方说这些东西 你孩子要碰那些东西 你为了不让孩子 去碰这样的东西 你会说 哎呀不行啊 好危险啊 很危险啊 你不能碰啊 怎么怎么样 然后 因为你当你这个行为 去做的时候 你给孩子造成的影响 孩子就会很shock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了 孩子就是一张白纸 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虽然危险 可能真的好像你说那种 哎呀 就那种真的很危险吗 就危险成那个样子吗 所以当你的这种夸张 其实在孩子心目中 种下的印象 可能要危险 几千倍几万倍 因为他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有的父母 他并没有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 为什么他就是 就是这东西是危险的 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之前 我去和他去台湾玩嘛 然后我们那天 也是去台湾的 十份嘛 还是九份 就是放天灯那边 有个地方 我们就是写完了某笔字 写完那个愿望之后 要洗手 旁边店铺人家 就让我们继续洗手 洗手之后 旁边随便就挂了个布 我这人就比较随便 因为我在外边 我就人家真的是很随便 旁边就挂了一个擦手布 然后我可以洗完之后 洗完之后呢 我就随手擦手布就擦了 然后呢 我女儿也跟着擦 然后他女儿也跟着擦 其实我知道 我是没有做到一个好榜样 然后他妈妈就在外边 就是冲进来 那种夸张 不可以 不能用那个布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 就是他真的是冲进来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很夸张 吓我都吓了一跳 什么事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冲进来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不行不行 他从他自己的包包里边 拿出纸巾来 然后给他擦手 他说那个布很脏很脏 你不能擦手 OK 我知道我并没有做到一个好的榜样 确实 那个布可能是真的很脏了 很多人擦过了 但是 我说 你可以讲给他听 那个是有germs 有细菌在上面 当然也不会死人那么夸张 OK 就算你擦了 如果或者就说 是有一点可能会传染的感冒 或者什么的那样 和细菌一点点难免的 但是你的这个行为 你给孩子造成的是 是恐慌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解释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呢 就到我们家里玩的时候 到其他的这个 亲戚家玩的时候呢 他对一点点声音 就会一种很恐惧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很敏感 很紧张 因为这那 这就是看得出来 父母传递他的信息 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些时候呢 你可以教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 为什么 而且要做出 适当的表情与反应 不要太夸张 像小时候 像有的父母 他孩子砰 跌倒了 然后妈妈就 哎呀 很紧张的 把他扶起来啊 然后孩子本身 其实可能他并不疼 但是看到妈妈这个样子 他就会哭 吓哭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我之后呢 我就会做实验 就是我的女儿 崩摔倒了 然后我就表情面 就是我很没有表情 我说 我说起来 站起来 走了 我说走了 就是故意分散 继续注意 然后他起来 就载歪载歪 就跟着我走了 他就是根本就不会意识到 哎我摔倒了 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大的事情 那我爬起来 再继续走就好了 然后很多事情也是 慢慢长大了 他经历的事情 也会越来越多 发生的事情 也会越来越多 比方说 他的东西倒洒了 然后有时候 我也会发脾气 这个故事好像跟他讲过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你们也有 倒洒的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你就要发脾气 来骂我呢 就是我女儿上 是这么说的 我女儿也是喜欢 动脑的人 反驳我 然后我就在想 对啊 其实我自己也会倒洒东西 其实我说 没有啊 我自己也会很生气的呀 自己如果不小心倒洒的话 他说 然后呢 我后来想一下 我说 嗯 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 我说因为你倒洒东西了 你不是自己擦干净 你要让别人 你去麻烦到别人帮你擦 你说别人会不会骂你 会不会烦你呢 我说 如果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你倒洒了东西 或者是你做坏了一样事情 你会自己 把它整理的干干净净 擦的干干净净 然后 手尾整理的干干净净的话 我说 没问题 你做错事情了 人家最多 怎么做错了 但是 你把它处理的干干净净 你至少没有麻烦到别人 那别人就不会讨厌你 会去骂你 所以 这个道理呢 其实我从小 我就通过这件事情 我就交给了我女儿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理 对他将来的人生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 他知道 我不怕做错事情 但是我做错了 我必须要自己 把手尾给整理好 只要不会去麻烦到别人 我知道 就是说 这个整个故事交给他 就算发生事情错了 也不要怕 要淡定 而且自己要努力的 去把这个手尾 拾到干净 所以这整个一件事情 都是在教育他 像我 很多妈妈都比我 更加加慰教育孩子 而我呢 只是一直是 我就是比较 我不会去强硬性 就是 我不会抓印象的东西 比方说 你读书 你一定要考多少分 一定要考得很好 一定要拿学校 奖学金 你一定要进入 什么什么名牌大学 我对这个都没有什么 那个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特别不喜欢 在学校里面读书的人 我喜欢 是非常 喜欢自己 爱看什么书 看什么书 爱看视频 看视频 就是我不喜欢 那种强硬 就是抓住你学习的人 所以我女儿呢 我从来都不强迫她 怎样怎样的 但我会问她 我说你觉得这个情况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跟不上的话 我可以去 就是你需要找补习班了 妈妈就可以帮你找补习班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让她知道 她学习是为她自己 她不是为别人 所以我女儿很多东西 都是她自己要求的 她说OK妈妈 这个学期呢 我需要可能需要补英文 我可能需要补数学 但是她会跟我说 那我不是为 不是因为我跟不上哦 我只是希望我变得更好 我说可以啊 我说没问题 她要求了 那我就可以给她找补习老师 然后她自己 也会要求打网球 自己要求画画 自己要求跳舞 这全部都是她自己想要的 因为我一直都明白的 一个道理是 当我们是主动的时候 这个能量是属于正能量 它就不会像被动的情况 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不喜欢被别人管的人 所以我觉得被动的 刚才说到被动 我说到不想管 然后记得有个朋友说 我当时说 我说小时候 我是乖乖年 很听妈妈话 然后有个观众朋友说 看的样子 不像是乖乖女哦 我其实本身骨子里边 是蛮反抗的 就是很叛逆的一个人 然后我水瓶座 我又特别喜欢那种 稀奇古怪的想法 但是因为我的妈妈 是个很强大的人 她很有本事 所以呢 在我二十岁以前呢 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乖乖的 我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让我不要去做什么 那我就乖乖的我不做 但是如果我出去做了 我也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属于这样的人 所以我以前 二十岁以前 还是属于乖乖女的 还是属于乖乖女的 OK 然后呢是说 我的女儿呢 就是我会让她 尽量所有她想要做的事情 都是她主动想要做的 我很少去压她 这个压她的这个 这个power呢 我要留着 这个留着干嘛用呢 因为我很少压她 但是到了必要的情况底下 当我要压她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我说 妈妈从来不压你 但是这件事情 我认为真的是很严重 你不可以去做的时候 我才会把这个权利拿出来用 这样的话 她就会听 因为她说 妈妈平时都不这样 她忽然间 这样做了 肯定会有她的原因 所以我女儿会这样想 当然你也有朋友说 可能你要今天不压她 那你就把她宠坏了 宠坏是因为你没有观察她 我是一直在观察她 而且我是以她的主动的情况底下 我一直在 就是和她在耳边聊天 在耳边以正确的方式去教她 这样她就是可以边听你的教导 而且她又去正确的去做一些事情 而有些我们父母呢 怕孩子受伤 就按住她 不让她做这个 不让她做那个 可是这些东西 她将来踏上社会 她都要有接触的呀 所以当她到了正常的年龄 比方她14岁15岁 她可以出去自己一个人 出去逛街或者干嘛的 我就当然我不会让她自己一个人 我会讲哎 你可以去和谁谁谁做个伴啊 一块出去玩玩啊什么 她见她也会自己一个人出去逛街 但是稍平村庄里边人多的地方就OK 没有关系 人多的地方就还好 但是我会告诉她所有她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让她可以坦然的出去去面对这些事情 遇到一旦突发事件不会慌 因为我已经把她该需要的一次知识 全部都传输给她了 像前一段时间她所遇到一个什么困难 就是年孩子嘛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的情绪 然后呢她有个朋友呢 因为家里人出了一些事情 她就会就很就依赖我女儿 就和我就是跟我女儿说一些负能量 我女儿就很受不了 然后她就说妈妈我想就是不想和她再交朋友了 因为她整天跟我说这些东西让我很烦躁啊 让我就整个人就很很荡 因为我女儿和我不同 她不是那种可以帮人解决问题的人 她就是一个 她是不是一个 她不是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啊 所以呢 而我就不是我就是一个如果我的朋友这个样子 我就说哎 那我就会很想要去帮她 帮她解开她的心结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我女儿不是 所以我知道 我说OK 我说因为她这个朋友呢 是小学就认识非常好的朋友 我说其实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在一起 能交往到现在呢 非常的难得 有些事情你可以处理的很圆满 不一定要把这个朋友就不要了 就断掉了那么绝情 所以然后呢 我就教给她如何一个信息一个信息的写下去 让她和这个学生两个人之间怎么怎么沟通 我也会让她告诉对方她的真实想法 然后呢就是 如何去平衡两人的关系 既可以停止对方向她输送负能量 同时又可以留住这个朋友 而不会没有了这个朋友 就是我会教给她如何去做 所以她慢慢她现在变成什么情况 就是说当她和朋友之间有友情的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 她就会过来找我 因为我帮她很成功的处理了一件 她与朋友之间的这个友谊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难题 在我帮她处理的过程当中 她在看她在听 同时我们在教育她 也同时在告诉她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只要你用对了方法 OK 这个方法可以是软的 也可以是硬的 也可以是怎样怎样的 像很多观众朋友说 哎呀你忘你很多时候你交给我们东西 我们父母都没有交给我们 其实有些时候我就曾经就仔细在想 我们父母到底应该交给孩子什么 其实孩子到学校里边 他就应该在学校里边 正正事事的学知识 在家里边我们父母应该交给他们的是 他的言谈举止 生活习惯 他的EQ 就是他的情绪控制 还有他的就是感情和人际关系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是我们教的 而学校才是真正教知识的地方 而有些父母的不是 孩子上学也是学习 回家也是学习 然后没有社交圈子 没有不知道遇到朋友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不敢出门 不敢出街 外边有什么资讯 自己都不知道 我女儿她就是一个 就是在朋友圈里面 她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她出去玩 她带着朋友们出去 她会带着朋友们 她会告诉朋友 这个什么做 那个怎么做 所以她是在班长 是班长 她是一个leader 她的知识 知识哪里来的 就是因为我放胆 让她出去去接触 并且在她接触 当然这个范围 必须是我们在控制范围以内 和了解范围以内的 或者是说 就是把她紧急情况 需要的东西的知识 告诉她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女儿 我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 我才开始意识到 就是我才无意中在 Facebook上看到了这句话 所以我就当时想 可能就是会不会有点晚了 我怎么不早知道呢 就是孩子的生活习惯 什么的 都是我们做父母 应该以身作则 应该去教的 所以不过还好 我想告诉大家是 任何时候教都不晚 像我学极简 我学了一年 我女儿也开始跟着我学极简 然后不是说 她摆得名说给你学极简 而是在你收拾家的时候 她就开始会收拾 她的房间极简 比我的房间还好 就是她东西一直在减少 一直在减少 而且我就说 哇 就是她现在的状态 我女儿可以自己煮饭 她可以自己把房间 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她的钱可以自己去organize 就是整理的非常好 知道哪些该花 哪些不该花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说女儿 你现在的状态 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能到15岁的时候 你再出去做工 出去做工 等你挣到自己的钱 就开始储备 我说你18岁 就已经可以完全翅膀长硬了 翅膀长硬了 就可以离开 妈妈自己在外面生活了 所以有很多父母可能不一定像我想的这么开放 想的这么通 但是我觉得孩子将来面对的社会 就是应该是他自己去面对的社会 所以我们所做 父母所做的就是 在他仅有的时间之内 把我们会的东西尽量都交给他 不是压 不是强压给他 而是在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在旁边像讲故事一样 慢慢的输送这些道理给他 像我这样讲 我女儿就会很 就是当像听故事一样 认真的听或者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 我身边你个姐姐 身边一个阿姨 怎么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借助讲别人的故事给他听 这一边感觉我和女儿在闲聊 说心事 但另外一边 我就会借用这些故事 把这些道理慢慢的输送给他 然后我女儿就会 就会听得很有道理 甚至还会听完之后还会问我问题 那如果是你 你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是我发生了 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呢 就是很自然的变成了一种交流 而且在这种交流当中 我也是同样的是 拿别人的故事来学知识 让我现在所做的就是 把我脑子里边缩 那我们不是 不单单是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 而且要把他这种正能量的想法传授给他 而且把这种 对遇到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解决的这种信心传授给他 让他就是在将来面对事情的时候 不会紧张 不会害怕 并且告诉他有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是跨不过去的坎 像我们曾经也经历过一些比较大的事情 而他就是因为跟着我在一起 一种非常非常平稳的状态下 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关 所以就很多时候就说 做父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每一局每一动每一句话 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维 而这个心理治疗是告诉我的 是我们的 我们的言行举止 竟然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一生 所以这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我希望我们做父母 我当然每一个做父母 都需要用心去爱你的孩子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爱的方法可能不对 所以一定要随时随刻检讨自己 当你看到孩子不妥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自己 那有些父母可能不能理解我这个说法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99.9%的 除非这个孩子啊 已经接触了外边 跟外边学坏了 要不然的话 99.9%都是因为我们父母造成的这个结果 所以不晚 任何时候都不晚 只要我们做父母的懂得 去转换一个身份 转换一个态度 转换一个方法 任何时候 这个孩子都可以拉回来 都可以变成你的小棉袄 都可以变成一个 和你可以正常交流的人 因为有很多时候是父母拉不下面子来 孩子就和你这样 你也这样 其实想一想 我们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 我们做父母的就算低一低头又如何 我们就算说一个sorry又如何 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 我们在告 就是我和我女儿在一起 我如果做错事情 我别让我乱发脾气了 我回来我会跟她道歉 我会跟她说 我说不好意思 我说可能我生理期快到了 我很烦躁 我说你啦 我回来说你啦 就是人家惹我 但是我说我sorry 我可能乱发脾气了 我女儿 所以有时候我会发乱发气 我女儿说干嘛 你又生理期快来了 就这样 就是 就是这种一种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交流 而且让孩子知道 我做错事情了 我就可以坦然的 说对不起 这个没有什么 对不起三个字 难道就这么难吗 其实并不难 我给我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 我对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 我对任何人都是这样 自己做错的 那我们就坦然的去面对它 不要死撑 说一个对不起就这么难吗 说完了去对方就原谅了你呢 就这么简单 你就算不原谅 这时候你自己 该把该说的话 该做的事都做了 你自己也会少一点谴责 所以 与孩子之间交往呢 当然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每个孩子也不一样 自己家长的性格也不一样 所以呢 一定要记得 传述给孩子的每一个字 还有我们的身心 所做的每一个行为 我们都是在给 再给孩子做保养 所以我们一定要 小心 就是一定要 多观察 孩子哪里不对了 再马上审视一下自己 哪里做的不对了 然后再做一下调整 像我如果 比方说我给我孩子 如果传授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也自己也有些坏习惯的嘛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不要学妈妈 妈妈这个就是说 可能这 已经养成不好的习惯了 但是我妈妈也在努力的改正 然后我就会做给她看 我现在也在努力的改正 我在不停的改变 不停的什么 然后我的女儿就知道 嗯对 做错了 不对了 那就马上改正 改正了就有效果 就是这么简单 总之一句话 我们都希望我们身边的孩子呢 可以健健康康 非常以非常正的三观 来 好好的去面对他们的人生 也祝愿他们永远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